到41年年底 德国国防军进行巴巴罗萨行动的年终总结时 提出了摆在面前的两大问题 一是遭遇了远超预想中规模的重装甲车辆 例如KV-1 手头缺乏足够有效的反坦克火力 二是苏联糟糕的基建 使得部队饱受泥泞道路的折磨 针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分别是换装火力更强大的PAC-40 75毫米反坦克炮和研制一种适合 在东线进行机动的牵引车辆 用于牵引无法自行移动的火炮和其他辅助车辆 对于后者的需求 施泰尔公司拿出的方案是RSO牵引车 仿制于苏联的STZ无缕带式运输拖拉机 国防军在41年夏天缴获了大量的此行车辆 这种牵引车的速度不快 结构简单 但是越野能力惊人 该车的驾驶是直接布置在发动机上 使得原本不长的车体有空间 布置一个宽大的货运平台 STZ无可以再运载1.5吨的货物的同时 牵引一辆4.5吨重的拖车 施泰尔公司的仿制品被称为RSO 原型是施泰尔1500A一吨半卡车 不过改成了全履带式 在高越野能力和承载能力的加持下 25000米每小时的速度也完全足够 RSO很快就通过了工厂测试并投入大规模生产 由于其廉价便利的特性 道中战前生产了超28000辆 RSO作为一款牵引车辆 在德军中度过了1942年 它的整体表现非常不错 得到了所有部队的一致好评 但一辆车的命运不仅要考虑到它自身的性能 也要兼顾历史的进程 时间进入1943年 在各个战场上遭受了相当大损失的德国国防军 虽然没有到战斗车辆紧缺的地步 但也开始大规模使用各种缴获车辆改装的自行火炮 限地部队也反映了牵引式反坦克炮的一些问题 在撤退中 成员几乎没有时间 用RSO牵引车去将前线的PAK-40拉走 此时 结合种种情况 将产量如此大的RSO牵引车改装 为自行反坦克炮 就变成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项目 该项目于1943年夏天正式开始 并很快拿出了原型车 从概念上说 它并不是严格的坦克兼击车 而是所谓的武器运载车 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 后者只保留了最低限度的装甲 以机动性和隐蔽作为自己的优势 第一批原型车安装了一个装甲保护的驾驶室 和一个能够全向射击的安装有PAK-404 75毫米反坦克炮的武器平台 这是和其他半路出家的自行反坦克炮的显著区别 举个例子 黄手蓝AI上的PAK-402的水平设计只有57度 虽然获得了全向射击能力 但是为此车高就无法降低了 牺牲了隐蔽性 实弹射击实验也指出 向车身两侧射击时 底盘会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 这一批原型车并不令国防军满意 则成施泰尔公司修改后提出新的设计 1943年8月 施泰尔公司拿出了修改后的方案 车辆的高度被进一步降低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代价就是 此时车辆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驾驶舱了 有给驾驶员的 是类似于布轮通用载具那样的敞开式驾驶室 而且车体前部的装甲也只有不到10毫米厚 车体的木制尾板被保留 战斗时放下方便射击 平时升起来 并以此位支撑搭出一个遮阳棚 盖住驾驶室和火炮平台 被国防军所接受的此版本代号为V4 这代表着前面仍然有三个原型车 但并没有任何的文件留存下来 ISO自行反坦克炮被命名为PAC4分之40 AWF ISO 一位以ISO牵引车为底盘 安装有PAC404火炮的自行反坦克炮 该车有四名成员 车长 炮手 装填手和驾驶员 车上有28发带发弹 分装在平台下的四个箱子里 安装的PAC404火炮的垂直设计为-5度至22度 水平设计为360度全向设计 火炮的基本性能和弹药类型和牵引炮完全相同 1943年12月 第一批2SO自行反坦克炮完成了工厂测试 被部署到第一滑雪猎兵旅 这支部队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 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作战 在两个滑雪团中 每个团都组建了一个防空反坦克连 每个连有两个防空牌和两个反坦克牌 反坦克牌有三辆75毫米PAC40% off RSO自行反坦克炮 一辆用于运输弹药的RSO运输车 以及指挥官的筒车和SDKFZ半旅带摩托车 第一滑雪猎兵旅只拿到了9辆RSO反坦克炮 所以第二滑雪猎兵团只装备了一个牌 在44年的战斗中 大部分的该行车辆都损失掉了 不过45年初该旅的战斗日志显示 仍有一辆RSO自行反坦克炮 活跃在斯洛伐克的战斗中 大部分RSO自行反坦克炮的战斗经历 不是在步兵师中 而是在坦克兼击营 有明确记录的使用者 包括中央集团军群中的743和744营 北方集团军群的751和752营 也有一些说法表面 他们也曾在741、742和753营中服役过 这些营都不是完全装备RSO自行反坦克炮 至多拿到过一个连的车辆 并且某种意义上来说损失的速度也很快 和它的前身不同 PAC440オフRSO在部队之间很不受欢迎 原本的低速和风冷发动机的噪音大 过热快的缺点在二线运输 时尚不明显 但在一线作战时显著降低了车辆的生存能力 更不用提它高大的轮廓和射击时令人不安的晃动 总的来说这并不是适合一线战斗的车辆 毕竟RSO本身就是二线运输车辆 这样的改造选择 其他原本是一线车辆的底盘会更好一些 jer 据